袁天刚在当时最著名的预言便是给武则天看相 相传当年,袁天刚路过荆州,给荆州刺史武士岳一家看相 他先是见到了武士岳的妻子杨氏 忍不住说了一句,你生了一个大富大贵的孩子 这杨氏立马把自己两个儿子叫出来 袁天刚摇摇头,说,此二子还算不上大富贵 杨氏又推出了自己的大女儿 袁天刚看了看,又叹息,说富贵是富贵 只可惜,又没下的一颗痣长偏了点 阻碍了他未来丈夫的事业,也算不上大富贵 杨氏听得玄之又玄,又爆出了强宝当中的小女儿 便是武则天,骗袁天刚,说,你再看看我这小儿子 袁天刚一看小婴孩,龙同奉敬,这是极贵之相 说道,如果你这个小儿子是个女儿身的话 那他以后便是天子 说吧,袁天刚摇摇头走了 杨氏夫人吓得目瞪口呆 他没敢告诉袁天刚,自己手中的孩儿就是小女儿 武媚娘,武则天在准备称帝的时候 也看到了推背图第三项当中 日月当空照林下土的预言 于是改名为武赵 意思我就是那日月当空照林下土 到底是推背图预言的历史 还是古人利用了推背图 这真是一笔糊涂 感谢观看 今天才能说再次推背图立即可 未知的以往 再次推背图 第二个身体 才能说 都是一个解击的 一拼背图 似一拼背图 一拼背图